跟著寶劍當撩媒戲文青 男朋友書單大公開 文化青年似的文化 歌曲都喜歡 詩都喜歡 嘿啦 《物理寶劍》 大概是近幾年最文青的男主角的啦 和安強妹主演的男朋友中 一登場就非常的文青 不僅拍照拍個不停 照片也要自己沖洗 興趣是逛圖書館 開播不到時機 寶劍就開了好幾本書單 寶劍在劇場上拿了這本 是德國作家賀曼黑賽的自傳型 長篇小說 《悲劇色彩濃》 結局加沉重 中文版目前只有簡體中文 他在公家上讀的這本 是韓國詩人蒲俊的詩集 為你取名字花了好幾天時間 我喜歡的詩集 和寶劍推薦給喬妹的 什麼呢 書名叫《像花一樣看著你》 哎呦連推薦書都很會遙遠慕遊 而且羅泰柱是韓國知名詩人 還跟李中碩合作出版過詩集 而第一集中寶劍自己翻看的書 叫做《世界鏡頭女朋友》 巧妙地呼應片名《男朋友》 花了 而事實上早在去年夯劇 今生是第一次中寶劇出現過啦 只是表情最漂亮的 一樣都是帥帥年夏男聊短髮姐姐 弟弟們的口愛都很像啦